另外再來看到華為也是啊 當年的時候我們就知道 華為的手機贏過了Apple的時候 開始就制裁了 國家安全也來了 跟Tiktok也很像 但是華為真的很爭氣 又繼續搖搖領先嘛 我們知道在去年的時候 Mac60 Pro說採用中芯7奈米的製程嘛 然後呢 雷蒙多還被酸說 你真的成為最佳大言人 那現在陸媒最新的說法 Digitize說 中芯已經組建了3奈米的研發團隊 市場推估要生產3奈米的晶片 他說的這款晶片就是 是麒麟9010晶片 說要採用3奈米的製程 那尋求呢晶片的國產化 我不太確定 現在華為的3奈米的這個晶片 能不能製作的出來 對 因為真的蠻高的 包括高端 因為3奈米的 第一個它用途很少 所以你看3奈米的製程 在台積電開發 而且一家獨佔的市場 獲利很高 它主要用途在哪裡 就是在手機 其他地方 汽車用不著 然後其他的 更不用講震華重工 用不著 不用不用 這要體積很小的 有這個需要 軍火工業是也用不著 不用那麼多 都不需要 至於華為 麒麟9010晶片 它如果能夠 做出3奈米的 那真的會全世界 使所有人 這個眼鏡都掉到一地上 真的是 我真的會掉到一地上 所以這個 我祝福它 也這個期待它 但是我了解到這個是一個很艱困的工作 沒錯沒錯 就是說你的原來的設備都到達不了這種水準 你要把它調教調教 到最後能夠做出來 一定是從最上游的3奈米的晶片的設計 然後一直到最後面的製造封裝 你都有一個不同你以往的做法 沒錯 舉個例子 最近日本的Canon 就是佳能公司 光刻機最早發明者是佳能公司 並不是艾斯膜 但是被艾斯膜趕過去 用近潤式的方式 然後佳能公司 它現在發明了一種押韻機 簡單講 就是光刻機就是像我們那種照相機一樣的概念 押韻機就是我們早期油韻機那種概念 可以把很多線路直接印在那個晶片上面 而且印的那麼精密 那據說也可以到達5奈米 這個是佳能公司是透出風聲 但是還沒有市場 那如果佳能公司可以油印的 不要忘記 這個印刷術是哪個國家發明的 中國 看看我們中國哪個企業 能不能把老祖宗的智慧再拿回來一下 哇 竟然能夠印在晶片上面 如果那是個太高竿了 太高竿了 所以 但是佳能 如果如它外傳的消息 佳能的押韻機 它的成本是光刻機的十分之一 到時候 大家可以賣掉 艾斯膜的股票 你看 你去圍堵別人 但是其實很多的理論都知道 所以你只是這個時間的問題 這種大陸加緊研發 真的也是可以突圍的 那當然我們也是非常期待 跟祝福3奈米的這個 華為這一塊 中芯國際能夠趕快造出來 不然每天被你美國卡脖子 好 另外再來看到了 華為也有 因為被卡脖子 然後我自己研發的是什麼呢 也就是超音波的指紋專利的公佈了 那可望用在MAT80來採用 這個大陸博主就說 以前這個專利是在高通那個地方 就繞不過去嘛 就不能用嘛 結果他就自己來發明 大陸上有關於這個指紋辨識的 在手機上指紋辨識的這套技術 是大陸上已經有一家公司 可是它是引進美國高通的專利來使用的 要繞到這個專利真的不太容易 因為華為是被制裁的 所以華為不能使用這個專利 即使想買 有錢要買 他也不賣你 那怎麼辦呢 只好自己發展 什麼叫超音波呢 超音波就是可聽的音波界線以上的 叫超音波 所以你可以看到說 我們檢查孕婦胎兒的成長用超音波 我們做很多的那種身體檢查 初步來講都是用超音波 超音波有兩種形式 一種是發射出去不回縮的 一種是發射要回縮的 像我們到醫院裡面造超音波 那個就是要回縮的 那有什麼效果呢 因為回縮就會成像 那有一些不需要成像的 那不必 這種音波不必回縮的 就是屬於偵測性質的 這個就是什麼 就是現在的 但是你說技術難不難 真的不難 你說可是問題 專利跟你東卡西卡 因為你不是把超音波 最早用在手機上面的辨識的 這個是高通的專利 那華為呢能夠繞開高通 未來在華為的這種 超音波的辨識技術上 應該會有突飛猛進的地方 因為現在大部分都用光學 光學很落伍 為什麼叫光學很落伍 就你手指頭按上去的時候 他不是在辨識你手指頭嗎 指紋嗎 很多手機都有這種情形 問題是 很經常會有手置啊流汗啊 你們壓個老半天 他不理你 對 沒錯 你報應過對不對 我很常會這樣 因為我有手汗 我常常都過不了 乾脆用臉截鎖 超音波 而且現在手機是要做支付工具的 所以如果你要付錢的時候 他不理你 你看怎麼辦 中國大陸掌紋支付都來了 這個還能難得老中國大陸嗎 但是 也都是光學性質的啦 但超音波性質就不受這個影響 所以這個 我認為這是一個很大突破 所以以後 這個要做微信支付 支付寶 可以用這個 第三方支付 這主要是用在這種場合比較多一點 而且保密跟精密的技術要比較高 所以恭喜華為 恭喜華為 那華為還要恭喜的是什麼 因為真的消息太多了 不是我們每天要講華為 因為每天消息都很多 DSCC數字說 華為將在2024年Q1跟Q2呢 登上了這個折疊手機的低名 包括他領銜的是X5 還有Pocket 2 真的是引領他的銷售量 你可以看到這個來到的拐點 他就說三星在Q1或Q4的時候 會被華為給超過去 這是折疊手機的部分 另外華為的常務董事汪濤說 2023年我們回歸了營運正常 常態化 全年銷售收入超過了7000億人民幣 實現超過9%的增長 然後呢其實他也說在中國區的業務收入 取得25%的增長 2021到2023投入研發 佔公司的比例都超過20% 2023年華為投入的總金額 都是全世界的前五名 那更別說世界的智慧財產權組織也公佈了 華為啊2023年啊 他的公佈的專利 6494件是公司當中全世界的第一名 華為的研發一向都是在 中國大陸也好全世界也好 都是赫赫有名的 不只是他的研發的金額相當的龐大 佔他的營業收入非常的高 動不動就兩成三成 對 兩次上很多 對啊 很多 就是幾乎把賺的錢 都弄到研發裡面去了 所以這是一個很了不起的公司 不像有某某人 賺的錢都放在自己的口袋裡面去啊 這個經營理念的差別就在這裡 第二個我要特別說一說 可是華為不是光研發 他研發的成就很好 他創造的專利的數目很多 而且很多的專利是時間 能夠應用到商品化的專利 對 我知道有些人 搞了一段專利 可是事實上是沒有辦法找美國 比如說 提高核果 比如說咱們台灣都有這種現象 為了專利而專利 但沒有實用性 美國這種現象 他弄了很多專利是會阻擋 別人取得發專利啊 這種情形 那華為能夠在這裡面 用了很多的專利都能夠實際投產的 包括華為現在要轉要出來的折疊式手機 它是一個很成功的產品 因為很多人簡右側過 它的這個所謂折紋是最少的 它的這個旋轉的枢紐 那個也是有專利的 也是華為自己的專利的 也比三星更進步 所以三星雖然跑在第一名最先出來 但是華為啊 這個彎道超車 可以趕過去 因為對於三星來講的話 它的 它的折疊手機老是有一些 視覺上的問題 屏幕上的問題 那據了解華為都克服這些技術 所以它如果出來的話 三星就沒得混 那三星目前也陷入一個高度的經營危機 經營危機有點像碧桂園 就存貨太多 然後舊的東西太多 所以對三星來講 面對這個來勢洶洶的華為 它也真的要備戰 我們樂見到所有的大企業去競爭 你這個良性的競爭 會給我們消費者帶來怎麼樣 更多的福利 另外你們強烈的競爭 也會使得科技文明 不斷的一階一階往上爬 那可是你現在明明就輸了 明明輸了 那華為現在如果不是有美國政府 不合理性的打壓的話 華為早就把蘋果也都打垮了 但是你會講說把蘋果打垮 美國要保護 即使保護主義不是最好的藥方 是你蘋果要鎮做起來 就像說 特斯拉你現在岌岌可危了 可是你不能用保護的手段 讓特斯拉活下去 那個是裝益克膜 活也不會活得太好 最好的方式是什麼 你自己振作起來 每天早上多多運動 伸強體狀這比較實際 要不然人家會覺得你的存在 是沒有價值的 華為 華為各位 圍堵的晶片 我只能說太快了 華為的復活太快了 現在你知道嗎 最新的旗艦晶片是 麒麟9010 大家再猜 是不是3奈米製程 預估今年底設計完成 Mate60 Pro用的是 麒麟9000S的晶片 是中心的7奈米 已經讓美國人嚇死了 接下來什麼7奈米 3奈米已經要來了嗎 對 真的是很快 現在設計不是問題 那個EDA 這個EDA就是 軟體設計的 設計 晶片設計的套裝軟體 當時美國也斷了 為什麼 它這個套裝軟體 它是透過雲端給你的 它可以給你切斷 它不給你renew 你這個就不行了 它的雲端就給你切斷了 那當時美國最早 切中國的高科技就是切EDA 也就是切這個所謂晶片設計的套裝軟體 結果呢 麒麟9000S一出來就證明海獅沒死 海獅就是華為的這個晶片設計公司 它的晶片 它自己設計出來 你沒有EDA 對 還是照樣設計出來 所以EDA的問題就克服了 直接跳帶了 對你EDA克服以後 你就可以繼續設計最新一代的 這些晶片 你有設計的能力 那設計能力中國縣不是問題 對不對 麒麟9000 麒麟9010都設計完 生產 生產的話 事實上 你這種基本上 所謂的 這叫先進製程 這一些 它要用生子外光機 美國不給中國大陸生子外光機 沒有生子外光機 你就沒有辦法生產7奈米 5奈米3奈米 可是問題中國大陸就一台生子外光機 都沒有就生產出來7奈米 那他有人猜啦 他這個忠心就不吭氣 我怎麼做 幹嘛告訴你 對不對 那時候業務機 對啊 沒有人知道 都在猜他說 重複曝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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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想想那個 那種東西就是說 在那種 這麼微小的那個環境 你一個東西曝光一次 再回來再重複曝光一次 那更精準的 對 你想想多難啊 那前兩天我大概兩個禮拜前看到美國的相關的雜誌 以前報告說 聽說 中芯已經搞出5奈米的製程已經沒問題了 那今天我看到我是看3奈米 難怪最近有消息美國要對中芯下手了 中芯下手 可是問題中芯基本上他沒有EUV啊 他靠是DUV就幹出這種這種成績出來了 那你能把中芯的DUV把它搶回去嗎 哇美國這下難了 難了 難了 所以這兩仗打的 打的真的就變成就是說 我覺得就是說晶片戰爭的話 中國大陸 我覺得已經能夠拿到要自己的可以自治 自治率已經出來了 那也要感謝美國啊 如果不逼一下的話 也就也沒有那麼快啊 對不對 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我吃了兩三天 最明顯的感覺是睡眠品質竟然變好了 睡得好讓我整個人工作更專注 心情也變得更穩定更好 因為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才讓我認識到克費爾益生菌 它是由多支菌種和益生菌所組合而成 不僅能夠維護消化到機能正常運作 還擁有多種有益健康的保健功能相當強大 你知道嗎 有台大教授專門研究它稱它是神仙的禮物 上千篇的國際研究證實 克費爾益生菌不僅幫助腸道健康 腸道菌透過腸腦軸影響全身器官 所以維持腸道菌種的平衡是解鎖身體健康 精神健康的藥食 對幫助睡眠維持好情緒真的很有感 也因為這不是藥 有季節靈感代謝困擾 關心惡性細胞風險的好朋友 選擇太陽星全校克費爾益生菌 做好日常的保養 身體健康沒負擔 每日克費爾時刻美好 Food feel feel good 請上快點購健康下單 輸入推薦代碼有何外的選控 你還不賺的 封信 你不賺的 你不賺的 我看部分 你不賺的 我看不見 就是 fさ次 你不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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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賺的